請各位執詢 巡打時間30分鐘 蘇維好 張委長好 張委長在進入主題之前 我想先說幾句話 張委長在未上任前呢 接受媒體採訪有說到 未來到立院質詢的時候 最怕民進黨有些立委是自走炮 很怕難做事 希望未來能善意溝通 相互尊重才能往下走 那既然院長很在意善意溝通彼此尊重 那麼在正式開始之前 我想先做個聲明 我想做一個立法委員監督行政院的作為 是我的職責 做一個民意代表 站在人民的立場 這是我的態度 做一個政治人物 我當然也有自己的價值判斷 我的職責 我的態度 和我的價值標準 在質詢張院長的今天 和未來質詢新的隔魁 我想我會用同一套的標準 不會因人而異 也不會因黨而異 張院長 我想我這樣的標準和態度 應該是善意 而且是尊重的 非常好 謝謝 那其實張院長辛苦了 我剛剛看到您已經 我今天是第十個質詢了 所以我的態度是 行政院長其實在委員說話的時候 是可以做著的 這是我一樣的標準 那張院長請隨意 謝謝 暫時還不用做了 沒關係 那我們開始 張院長你在就任前 而且甚至是在就職的2月1號當天 都曾經表示 你領導的內閣有兩個第一 就是 這是史上任期最短的內閣 同時也是壓力最大的內閣 那你自己呢是以打造 政權移轉交接為典範 做自己的目標 所以你是用過度 而不是用看守 來定位自己的內閣 張院長我的轉述都正確 沒錯 其實院長這樣的定位 我是非常認同 謝謝 因為在今天的質詢之前 我一直在想 面對一個任期只有3個月 又處在這樣特殊歷史 剩8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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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定位是這麼特殊的內閣 我到底要質詢什麼 所以我確實想了很久 我最後認為 其實最值得關注 也是張院長領導的內閣 最責無旁貸的事情 確實是院長你自己提出的 如何能做好政權的移轉交接 所以我們今天就 就這個主題來做討論 那麼院長你也一再強調 政府是存續的 那未來新舊政府的交接理念 應該是要超越財產 人事清澈層次的實質交接 應該是從彼此政府內涵 做深度交接 所以在你的口頭報告第14頁 也出現了實質深度交接這個詞彙 然後呢 你甚至在前幾天的答詢時 你還說 所謂的實質深度交接 是經驗分享 不是政績宣導會 不是歌功頌德 這些都是院長說的 沒錯 我有做功課 我做的就要把院長的話 非常佩服 謝謝 其實齁 很好 院長因為到目前為止 我們的意見都相同 我也認為 有意義的政權交接 不是硬性轉交 不是權力交接 而是執政經驗的傳遞 所以我會覺得 如果現在的這個政府 能夠願意把執政經驗的教訓 和過往的狀況 坦然的交給新政府 那才是站在 人民角度的權力交接 我們就是這樣想 你也是這樣想嘛 完全同意 所以到目前為止 我們都同意 那接下來我就想問了 張委員長 這份院長的施政方針報告 應該就是您領導的內閣 就過去施政成績 和未來的方向 所提出的報告嗎 是啊 那口頭報告 又是你認為 施政方針裡面最重要的 所以提出來 是這樣嗎 差不多 那張委員長 請問這份口頭報告 是您親自撰寫的嗎 木僚幫我做草稿 然後我自己修了好幾遍 所以有沒有哪一段 是您親自撰寫的 這個 這裡面的內容你都了解 對 也完全代表你的意思 開始的第一段 從救災開始講到我們這件作為 那一段是我自己寫的 所以這裡面的每一段 這整份口頭報告 其實就是代表了你的意思 完全可以代表 應該這樣講 那張委員長 如果 你對你領導的 剩八十天的這個內閣 你認為最重要的目標 是做好實質深度的政權交接 但 你提出來的施政方針報告 是一份這樣的報告書 那麼坦白講 我實在是很遺憾 因為這裡面 我們看不到 對馬政府過去八年的 任何一點檢討 裡面的詞彙 裡面的成績 都是非常光鮮亮麗 只有講好的 沒有講壞的 這和你自己標榜的 你要做到的經驗分享 似乎差距很遠 我們在跟 將來新政府的對口交接的時候 我們會把我們剛剛講的這些交接裡面 可是你在你的第一份報告裡面 就已經用這樣的態度 來處理所謂你標榜的目標 那我如何能夠相信你未來能夠做到呢 張委長 我是區域立委 我來自新北市的樹林 英哥新莊 是大家一票一票投出來 希望把大家的聲音 帶進國會的民意代表 立法院現在有113個委員 只有八個是在40歲以下 我就是其中之一 所以我自認我可以代表一般人的聲音 我可以代表年輕人的聲音 所以我今天在這裡 我就是很想跟院長討論 你所提到的台灣和我這個世代看到的台灣 真的差距太遠了 我很想告訴院長 像我們這樣的終生代 年輕媽媽 職業婦女 我們看到的台灣是什麼樣 因為像我們這個年輕世代所關心的問題 其實不外乎是生活上的種種壓力啊 很簡單嘛 其實就是我每天認真工作 但是我的薪水會不會漲 我每個月乖乖的繳費 勞保健保會不會倒 我什麼時候買得起房子 我養不養得起小孩 我的孩子去到學校以後 學校教的是什麼 他有沒有辦法面對未來的社會 可是這些我關心的問題 我感受到的困難 我其實完全沒有辦法 在院長您表述的狀況下 得到我想要的答案啊 我想生活很多層面 不同的人關心的層面不一樣 您剛剛提到這些課題 我們交接項目裡面 都會一五一十的去說明 我們就從我剛剛的那幾個面向來講好了 因為每個人關心的面向不一樣 但是其實你這裡面都有提到 都有回答我的問題喔 只是它非常的短 而且都是光鮮亮麗的 比如說院長在社會公益的部分 你有提到社會救助法 國民年金 二代健保 購物優惠措施等等 好有年金 有健保 有買房子 那我們看看院長是怎麼說的齁 在年金的部分您是沒有提到 你沒有提到勞保 但是有提到了國民年金 你的意思應該是說 這個部分最大的成就是 國民年金 有多了355萬人來參加 所以讓這些人多了有年金的保障 這是你認為國民年金的成就 是嗎 呃不能說是一百分的這個成就 但是是走出第一步 但是院長我同樣的齁想要說明的是說 你看看同樣在談國民年金 這個從2008年10月開辦的國民年金制度 現在才第八年 當初設立的意旨很好 可是執行到現在經過一再修改 這顯然問題重重啊 我們就從去年10月的統計來看 這是勞工保險局提到的統計 去年10月應收保險費是27億6千多萬 但實際只給付的金額是54億7千萬 很明顯我們可以看到 實際給付已經遠大於應收 而且更妙的是喔 我們還沒有實收保險費的資料 請問院長手邊有國民年金 實收保險費的資料嗎 因為我們沒有 我們調不到 實收 我現在手邊也沒有要看這個衛福部 或是勞動部 我現在手上沒有這個資料 不過國民年金 為什麼沒有這個資料呢 所以這個制度它應收已經遠低於實際給付了 而且還是應收 我們還不知道真正到底收了多少喔 所以我很大膽的猜測喔 這樣的保險 這樣這個保險收 實收保險費大概只有實際給付的三分之一 那只有錢差這麼多的這個保險 這樣的社會保險還能夠維持多久 我跟委員報告 國民年金的保險 它是一個比較軟性的 那所以呢 很多人它就沒有即時的加入 那因為我們有十年的這個緩衝期 那所以很多人它是會比較延後 不過跟委員報告 我們的國民年金的目前 它大概維持個三四十年 我們精算過 是不成問題的 所以它非常的穩健 我知道這個部分 但是問題是 現在呈現的狀況 就是有這個問題 而且還在加速當中 所以這確實是個問題 它不是只有如同院長這邊提出的說 哇增加了被保險人 這個制度很成功 它有它的困境 所以我在期待的是 院長困境可以也列出嗎 那同時繼續往下的話 院長剛剛有說二代健保 健保我們也很關心啊 那一樣是如果從財務來看的話 在二代健保這邊 院長提到的就是 二代健保修法 讓財務更穩健 這個部分 覺得如何 很不錯 目前健保的財務 是相當穩健的 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可以列入嘛 可是 可是 你隨便去問 社會上 大家對全民健保的態度 全民健保最大的問題 恐怕不是財務 而是 這個制度 已經相當程度的扭曲了 醫療的生態啊 因為健保給付和醫生產能的不對等 這個問題坊間其實討論很多了 就是所謂的五大接空啊 就是讓工作比較辛苦的專業醫師 內科外科婦產科小兒科急診科 這些醫師都漸漸的在流失啊 因為我覺得我的工作很辛苦 可是我得到的給付不對等嘛 所以我不願意從事這些工作啊 所以 根據國家研究院的研究評估喔 到了2022年 就是六年以後 很快 六年耶 才六年 台灣的婦產科和小兒科醫師 人力是會不足的 這是 國家衛生研究院 有些科別是比較辛苦 其實衛福後來都有一些補救措施 各位報告 我們目前這個住院醫師的遭受率 目前逐年都在提高 所以剛剛講內外婦兒級 基本上他的住院醫師遭受率 目前都達到了一定的程度 所以未來呢 當然醫師的養成需要比較長的時間 所以這個問題已經逐漸在改善當中 院長其實這個問題 並沒有逐漸在改善當中 這個問題其實現在在偏鄉已經發生了 這個問題在偏鄉甚至已經很多地方 是有保險無醫療 而且可預見的未來 這個問題是相當嚴重的 偏鄉地區我們有其他的計畫 像IDS這種計畫來支援偏鄉 這個通通都有相關的計畫在處理 所以這個確實是在全民健保裡面 相當大的問題 是 我們都在處理 這個而且目前都已經在改善 很好 非常好 而且有問題 而且你正在處理當中 好 那我想繼續下一個 下一個剛剛提到了 我們關心的 除了剛剛年金保險之外 我們還關心買不買得起房子啊 那院長 你在居住正義的這個部分的話 你提到的是 辦理青年安心成家等購屋多元優惠措施 就落實了居住正義 你覺得這樣就可以落實居住正義了嗎 我想那個也是跟前面那個問題的回答方式一樣 也是精簡 是這個走出第一步 所以我們一樣啊 拿出數字來看的話 內政部的統計數據 在民進黨執政的最後一季 2008年 台北市的一般家庭 要買一個中價位的房子是9年 到2015年 已經是到15.6年了 這個已經是翻倍了 所以 這問題真的是很嚴重 我們非常的希望 這8年到底做了什麼 是讓問題更嚴重 還是開始在解決問題 所有我們剛剛列到的問題 院長有說是走出了第一步 還是是已經改善許多 還是是根本在惡化中無解 這些部分我們都非常非常的想知道啊 甚至剛剛講了這麼多 其實回過頭 都是我們自己想要知道說 我到底有多少錢可以支配 也就是台灣的經濟發展到底如何 看起來院長在這裡面啊 至少你在你的整個任期的 一開始最大開始的時候 你提出的報告 對院的報告 是說 經濟的發展看起來很好啊 呃 97年到103年我們贏過香港 103年甚至是四小龍之首 但是我特別有擺進去 104年我們的狀況不好 是啊 所以呢 你願意擺了這些 那為什麼還有其他的呢 我想也是想提醒院長 我用一個數字來提醒院長 大家一般人真正的感受 這就是主計處的 實質薪資調查 2007年的時候的實質薪資呢 還有三萬八千一百多元 但之後 就完全是 像溜滑梯一樣往下 甚至到去年都還沒有超過2007年 我想請問院長 如果這不是薪資動漲 什麼才是薪資動漲 院長你看到這樣的數字 還是覺得 我們現在的經濟發展不錯嗎 我們這個裡面也特別提到說 經過金融海嘯跟歐債危機 其實這八年裡面經過了兩次 包括現在這個各國的這種出口衰退 等於是第三次 八年裡面經過三次 國際性的這種 這種經濟的困境 我們以這種外銷為主的這種經濟型態 當然不能倖免 所以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有好也有不好 發展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有好也有不好 因為如果就這樣來看的話 其實是好耶 我本來會覺得說 如果院長還是堅持是好的話 經濟發展是好的 那我下面還想追問的是說 既然經濟發展是好的 那增加的財富到哪裡去了 因為我想提出更全面的資料 是綜合所得稅的報稅資料 你看看2008年 最高所得主和最低所得主的差距 這個我們做過數據分析 如果要看最高跟最低百分之五 他不能用所得 所以要用財富 那個比法不能這樣比的 但是院長 一般人的感受 其實比這個數字更明白 相對的剝奪管其實是更高的 這個就是我們一般人的感受 但是你一直在說的是 國家的經濟其實是國家的政策 屬於我們個人的經濟 才是屬於個人的感受 好那如果經濟表現不佳 有很多因素 有全球的 有外國的 有等等的 那國家財政應該算是完全 政府可以控制的了吧 院長在這邊提到的很多成績 包括稅入稅出 短差大幅降低 吸引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等等 這些都是政績 馬政府八年的政績 表示財務控制得很好 尤其是這個債務佔GDP比例 GDP的比例是在下降 可是啊 我們看到的是 這幾年政府的債務其實都在大幅增加 連監察院都提出了警告 院長知道嗎 我剛才跟您報告就是 其實債務你不能看絕對數字 其實國際上面 每一個國家能夠負擔債務的能力 跟GDP是一個相關性 有一個相關性 所以我們才特別提說 債務佔GDP的比例其實是下降的 院長當然可以提出對自己有利的數字喔 那不過如果我們從這個審計部的資料來看 中央政府總決算呢 其實確實我們的債務是 除了一年以上公共債務未強餘額的決算數5兆 再加上國際或BG的計劑的定義7400億 合計是超過6兆 那各級政府呢因為辦理社會保險 潛藏債務是18兆 那是超過24兆了 在這個定義下已經超過24兆 前幾天也有委員問到這個問題 我們的財政部長特別上來聲明說 潛藏債務不能看成是債務的一種 那我也想請問院長喔 如果我們按照這樣子的標準來講的話 院長知道世界上公共債務 債務超過1.3個GDP的有哪些國家嗎 就這麼簡單的問題而已 世界上公共債務目前已經超過1.3個GDP的國家有哪些 因為我剛剛說按照我提出的標準 這已經是超過1.4了 台灣目前是超過1.4 院長有院長的標準 那我們也是根據有公信力的計算 我們是有1.4了喔 我跟委員報告好了 第一個 我的問題就只有這麼簡單喔 是 就是只有世界上 是 我跟委員報告 第一個債務的定義 潛藏債務 世界各國都沒有當作債務 所以我們要用全世界的定義來比較 那如果照這樣的定義之下 我的時間有限齁 我回答好了 是 其實世界上只有4個 就是日本 星巴威和我們熟悉的 希臘和意大利 就這4個國家 我想表現出來的是說 我想和院長討論的是說 這個問題確實是嚴重的 所以我想要知道的是說 截至目前為止 我所提出的這些問題 在院長想要對人民說的話 對立院報告的施政方針當中 確實都只有漂亮的說詞 和你標榜的深度實質的交接差距太遠 這是我很遺憾的部分 那當然院長剛剛有說 日後你在做交接的時候 就會用現在今天 向我提出的 人民真正想知道的 也是經驗傳承的標準來做 院長是這樣嗎 可以嗎 在跟那個交接團隊 進行交接的時候 會講到這些該講的事情 是能夠把過去的施政 做深刻的檢討 並且按照您的話來說 就是把所有政策的優劣 做客觀的分析 把施政經驗傳交給下一個團隊 因為政府是延續的 有些施政困難的地方 會在裡面講清楚說 為什麼這個事情很難推展 因為院長 確實您的定位非常的特殊 你能夠對整體國家社會最大的貢獻 其實就在這裡 這是我今天提出這個問題 也是對您和您領導的內閣最大的要求 這就是我今天質詢的主旨 那我隨後還想補充兩個 院長在口頭報告裡面 沒有提到的問題 但我個人認為很重要 所以我希望如果院長能夠做成交接清澈的時候 這些問題也可以放進去 第一個是台灣的基礎建設 第一個是台灣的基礎建設 院長隻字未提 那我因為有親身感受 所以特別說明 我在當選後就任前 我的選區樹林 甘原大橋發生水管爆裂 我那個發生在半夜 水馬上就淹進家戶裡面 混雜著泥沙廢水 每一個人都苦不堪言啊 半夜需要出來救水 這實在是太糟糕了 財產損失更是無計其數 結果我問自來水處 自來水處世界處的同仁 這樣的問題普遍嗎 要怎麼改善 你知道得到的答案是什麼嗎 院長你可以想像 要防止自來水破管 人會說自來水管很多地方都是老舊 然後自來水公司現在屬於虧損狀態 所以這個 所以哪裡破就去補哪裡 也就是說一定要我們人民的財產生命 受到了損害威脅之後 才有可能去做補救 這其實我不需要自來水處公司做回答 我想提出的是 我們台灣對於國家基礎建設的態度是如此 我非常的希望 如果院長能夠在交接清策當中 把這八年對地方基礎建設的所作所為 能夠放進去 那我覺得功德一見 那最後呢 我還有覺得 院長 身為兩個孩子的媽媽 身為一個長期的教育工作者 現在要進入教育文化委員會 我對於您的口頭報告裡面 完全沒有提到教育這個部分 我感到非常的訝異 院長如果現在有一分鐘 給您一分鐘的時間的話 您可以簡短說明您對當前台灣教育問題最大的感受 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嗎 看您注意的是這個國民教育還是大學教育 你覺得台灣現在的教育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還是都有問題 您剛剛這樣講 我想這個十二年國教剛剛開始做幾年 還有需要調整的空間 然後以這個現在我們這些年輕人 大學畢業以後面臨這種社會挑戰還有經濟挑戰 其實大學教育這邊也需要相當的調整 所以院長我相信 人會覺得什麼事情是重要的 都出自於自身的經驗 那顯然我們年紀因為有落差 所以我不只關心您剛剛的議題 我還往前回推到了公共托育 而且我會覺得這些議題 絕對不遜於你提出的這些 它應該要被放在最前面 一定要被討論 我想跟院長討論喔 台灣的教育到底出了什麼樣的問題 第一個當然是幼托啊 在先進國家幾乎都由政府全額負擔托育費用的時候 我們年輕家長是必須用抽籤 要用抽籤才能夠爭取到名額很少的公費托育 然後呢如果爭取不到的話呢 就必須負擔比大學學費還要高的托育費用 還有當先進國家的幼兒入學率到接近百分之百的時候 我們卻不到六成 那請問過去做了些什麼 這也是我會很想知道的部分 我們的困難到底在哪裡 以至於新政府可以繼續接續往前走 這部分是否可以提供經驗呢 尤其是您剛剛提到的十二年國教 問題就更大啦 十二年國教有五大理念 有竅無類 英才師教 世信陽才 多元進入優質銜接 部長上來 部長這五個理念 你背得出來嗎 還是要看稿 核心的理念 我們大家都同意嘛 五孕均衡成就每一個孩子 那對於每一個不同的發展的方向的孩子 都應該給予同樣的重視 我想這個是大家的基本的共識 其實院長部長這十二年國教這部分 我可能比你還要熟啊 因為過去幾年我都在做這個 但是我必須說 其實現在一般人根本就不知道 十二年國教的五大理念是什麼 大家只記得十二年國教有十五個學區 而且每一個學區有不同的超額比序 採集項目 那這些項目呢 又一年炒一次 一年改一次 所以改的家長根本無所適從 學生也不知道 我們做民意代表的選民服務之一 竟然是在考完試以後 我們要幫著計算學生計算他的落點在哪裡 這實在是一件很扯的事情 所以這樣的十二年國教 到最後只在爭吵超額比序的採集項目 根本就失去了他的本意啊 那你在啟動階段 也就是2014的7月的時候 明定的免試入學率是75 那現在的話等同於是只用會考的成績來比輸贏 因為大家把除了會考以外的成績 通通都打滿分啊 所以等於還是用一考定終生啊 也還是用這個會考來決定 這哪是免試入學 那究竟入學說要達到95% 可是喔 如果是在我的選區喔 這個是基北區喔 如果住在我們英哥幼稚園旁邊的小朋友 考試考到基隆女中 你知道這樣通勤時間是多久嗎 是兩個小時55分 這樣有究竟入學嗎 那我根本不知道部長的定義 到底是用哪一種定義 說我們現在優質高中值的比例已經超過80% 部長 優質高中有一個認定的標準啊 對啊 那這個顯然就是跟我們的感受差距太大 所以我今天舉了這麼多例子 用院長說過的話 院長自己設定的標準 院長說過的話 院長提出的報告 其實想要表示的是 院長我非常敬佩您的決心 也同意您設定的目標 但如果執行起來的方式是如此的話 那我覺得相當的可惜 尤其是在教育的部分 我相信你同樣身為父母 一定是希望孩子能夠快樂長大 做自己最想做的事情 然後能夠和未來接軌啊 所以我很認同12年國教的理念 可是現在做的真的是不夠好 那這個不夠好到底是為什麼 我們換了這麼多的教育部長 到底大家的問題都折損在哪裡 出現在哪裡 這個能不能做一個深刻的檢討呢 我們能不能有看到這樣的檢討報告 未來的政府可以不要再犯同樣的錯呢 其實另外我們在每次會考的時候 我們還會看到 大家都會比較我們和外國的學智 我印象最深刻的其實是去年 有提出說法國高中生的會考題目 他說文學組的題目是 尊重生命是道德義務嗎 我是被我的過去所形塑的嗎 科學組的題目是藝術作品是否都有意義 政治可否脫離現實 這些題目院長 您需要思考一下再回答嗎 應該要吧 因為我也要 這些題目都很有深度 可是這是人家高中生會考的問題 我相信我們甚至是連大學生 甚至是我們成人都需要思考過後 還不一定回答得出來 所以對我來講 其實我們教育最大的問題 甚至是課綱整個都需要調整 而不是只有去年一整年爭議史觀的問題 是整個課綱甚至是教學的內容都需要重新調整 這個部分不曉得過去有研議了嗎 可以留下來嗎 十二年課綱其實就是在這樣的精神之下去 去重新整理的 那其實十二年課綱的研議都已經完成了 那我們本來是希望按照進度 今年度就可以開始審議 所以既然部長這邊也都有做了 那我就是很希望可以節省時間 把這些經驗傳承下來 而不是隻字未提 也不是只有說一些光鮮亮麗的話 我相信課綱這麼重要的項目 教育部不可能在交接項目裡面不列進去 那麼最後我的期許就是 院長真的就如同您說的 再過八十天您就卸任了 其實我沒有要求你提出解方 那是新政府的事情 我要求的是能夠按照你自我設定的目標 和您說的標準 把過去政績和執行中方案之優劣分析和客觀評估 來做的經驗傳承 這樣的要求合理嗎 應該可以吧 應該是 那我希望的交接清策裡面 其實會有這樣的實相 因為時間的關係呢 我沒有辦法一一列出 我等一下給您 但我想告訴院長的是 其實您已經在歷史的一個評價上 社會評價您 歷史評價您 我希望您能夠好做到 讓有個漂亮的交棒生意 這是我對張內閣最大的期待 好 謝謝委員 謝謝蘇委員的質詢 謝謝張院長 現在